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几千公里跑下来都没有变黑的机油是好东西吗 大家可能对于机油的认知只停留在润滑这个作用上 但是其实加到发动机里面的机油的作用可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清洁以及密封等等都是它要担负的工作 除此之外 在发动机进气的时候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助手 而也就是因为机油的清洁功能所以机油才会越看越黑 其实不管是多少号的汽油里面都是有非常多的油 在汽油进入发动机燃烧爆发起来的时候 汽油里面夹杂质的流就会跟着烧 慢慢的变成二氧化流 学过画质的朋友都知道 当二氧化流跟水蒸气结合置换 就会生成亚酸流 这种物质对发动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对取棍和发动机的煤油嘴等等都是很大的伤害 而且我们中国的汽油里面的杂质也是很多的 对发动机内壁的腐蚀性也是非常的大 如果机油没有用好的话 很快发动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非常危险 所以机油一定要挑选好的 而且机油也要勤换哦 为了汽车和乘客的安全 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哦 按照标准如果是矿物质油 在行驶的接近5000公里就一定要换了 半合成的到了7500公里已经是极限了 而全合成的就是1万公里 要更换一次为妙 所以你别以为机油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东西 其实它也是决定你的发动机寿命的一个重要之点哦 所以像别人难愿的开了不到1000公里机油就已经变飞了 其实不是因为起劣质 而是机油稳定工作的结果 它把这些有害物质都吸收了 也就是这样的机油才可以放心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